岁末年终时刻,慈祭马来西亚分会也即将举办万人祈福晚会 同时也将演出两场亲近大爱无量意的音乐手语剧 为了这两场万人岁末祝福,入金藏菩萨和护金藏菩萨 连续108天戒圣前程斋戒 为了成就大家方便如素,每天有20多位的相机菩萨聚在一起 凭着信心、毅力,完成了700多盒午餐和晚餐的便当 除了每天互持斋戒,这群相机菩萨也是唱金的一群 大家在空档期间把握分秒,请加练习 迎着乘风70多岁的张牙惹阿嬷 不为路途遥远,骑着陈旧的脚踏车 花上一个多小时抵达了静思堂 推着车,禁锢厨房,许多相机制工已经忙碌在其中 积极地要准备斋戒饭盒 为了12月25和26号的万人岁末祝福 入金藏菩萨和护金藏菩萨已经连续108天 虔诚的斋戒,人人期待共聚善缘 而为了成就大家方便吃素 从2009年9月9号开始 不只是张牙惹阿嬷,平均每天有20多位乡鸡菩萨齐聚一堂 从凌晨5点到傍晚10分 凭着信心、韵力和勇气完成了700多盒的午餐与晚餐便当 85岁的邓阿嬷,四年前因为斋戒的姻缘加入乡鸡组 每一次的饭和意卖她从来不缺席 这一次帮忙筹备斋戒,她还有另外一个任务 尽管只通晓有限的中文 阿嬷却没有放弃入金藏的机会 反而开始练习华语 虽然对年长的她来说相当吃力 但她却信心满满 有信心,可以跟得到 你们这么说就讲华语的,经是华语的 华语的话就有印象了 我是这么吃的 对,这样你就开始也多讲华语了 埋着头的香妻菩萨,岁数平均有60多岁 然而他们比任何人都精进用功 除了每天互持摘戒,这一群香妻志工也是唱经的一群菩萨 在空档期间,他们把握分秒,倾家练习 把握当下的,还有一群社区志工 与吉打分会的相继志工 每逢星期六日,他们都前来承担 提取老菩萨,让他们有机会参与功修 要策划108天的摘戒,的确是个大考验 然而却难不倒这一群有心人 香妻志工总会在菜色上多花一点心思 期待让斋戒者一打开饭盒就能心生欢喜 不管每天的菜色如何变化 但都充满了爱与祝福,让大家吃得欢喜 一个决心,一面前程 香妻志工以厨房为道场,守护着众人的道心